新一期的中餐厅已经开始营业了,虽然店长赵薇宣称要快而不乱,但第一天开业的他们还是忙忙忙,乱乱乱,客人都上门来吃饭了。 结果他们连肉都没解冻,找不到盘子,找不到筷子,找不到锅铲,连饭都找不到,客人要点单了,收银机也还没事好,哎哟喂,这准备工作做的,简直没脸看,总算是辛辛苦苦的忙完了午时,王俊凯同学饿得赶忙煮了米粉吃,还刻意问了舒淇吃不成。 答案是呢,晚餐的时候小凯同学巴拉一大碗饭,舒淇也是一人坐在餐桌盘喝了点红酒,一点米饭都不沾了,果然女明星狠起来都不是人,于是舒淇不吃饭就蹭蹭蹭地上了热搜,记得之前舒淇曾经说过胖就是犯罪,看来女明星想维持身材也只能管住嘴,卖开腿,带肃,小把这么记得舒淇可是营小子, 如果吃火人设的啊,微博上可莫少帅吃的,大半夜吃豪华餐,各种炸鸡和肉类,这热量要是全吃下,可能得跑一个月的步,才可能消耗掉吧。 节目几乎都不吃主食的舒淇,也曾经挑战过三大碗面卧,还有各种雪糕,甜品,热量再高也都在不怕低。 然而,你如没有发现,舒淇晒的美食照里,没一张是真正吃进嘴里的,顶多就是装装样子,拿到了嘴边,于是,就有网友怀疑,疑,舒淇肯定是在假事啦。 舒淇就会常生气,你忙怎么可以说人家假事,人家明明每次都吃光溜溜,这不,中,餐厅离原星毕露,被自己打脸了吧,都说明星不要随便就上真人秀。 中餐厅刚播出第一期,舒淇和白芷刚之间的互动,就被网友们吐槽的不要不要的,首先是白芷刚一天都要Q舒淇上千遍,看完整期节目感觉耳边一直环罩着奇哥,奇哥,奇哥而作为已婚妇女的舒淇,节目里竟然和白芷刚互聊舒淇,如果我做完这个节目形象大悔,你就要养我一辈子啊。 白芷刚,没问题王俊凯,此处应该搞事的一下逢得轮不过,这还不是网友们最想吐槽的点,舒淇做饭不绑头发更让人受不了啊,在厨房里甩着一头长发,难道就不怕把头发掉太理吗? 更何况女生可是一种静止,都能掉头发的生物啊。 这也就难怪网友们要吐槽她了,真的太不卫生了,而且法国是一个食品卫生,要求十分严格的国家,在开始营业前,都要提前去培训食品卫生知识,舒淇就算是想要维持美美的女生形象,也可以像赵薇这样把头发编起来吧。 中餐厅第一句小黄鸭,周冬雨就算是短发,也是把头发经常编起来,洗碗妹进梦家也是编起头发,看起来干净卫生多了,小巴真心觉得,舒淇不适合待在厨房里,还是在外场好好扎顾客人吧。